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下花拖的勾法 花拖和花心的勾法基本上一致 我们这里依旧是环形起针 勾针穿过线圈带线出来勾一个锁针 这是不算一个针目的 接下来在这个线圈中勾六个短针 新手朋友如果怕勾错的话可以把字号勾挂上 我这里就不挂了 我们也可以一边数一边勾 第五针 第六针 好我这里六个短针已经够好 我们这里可以拉紧线圈 接下来找到第一个针目将其引拔 这里可以注意看一下引拔针的勾法 勾针穿过针目再线出来 直接拉过线圈这就是引拔针 接着另一个锁针 我们来进行编织第二圈 第二圈的勾法是每个针目勾一个短针加针 就是每个针目你勾两个短针 同样的方法重做六组 那么我们这一圈勾完 那么我们这一圈勾完以后整个第二圈我们就会得到12针 这里第二圈我已经勾完了 我们找到第一个针目勾一个引拔针 勾针带线出来直接拉过线圈勾一个引拔针 接着另一个锁针我们来勾第三圈 第三圈的勾法是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加针 同样的方法也是重复六组 这里大家可以自己勾一下 好 这里第三圈我们就已经勾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编织第四圈 第四圈的方法是勾一个短针 勾一个短针加针 再勾一个短针 接下来依旧是勾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加针 下一个针目再勾一个短针 第四圈的规律呢 其实是勾两个短针以后勾一个短针加针 同样的方法重复六组 大家可以自行将它勾完 好 第四圈我们勾到最后一组 勾一个短针 第二个短针 勾一个短针加针 最后一个针目我们勾一个短针 然后找到第一个针目 将其引拔 我们这里每一圈都要引拔 引拔过以后都要起一个锁针 然后才进行下一圈的编织 第四圈勾好以后我们来接着勾第五圈 第五圈和花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第五圈 我们需要调整个针目 第五圈的规律呢是勾三个短针 勾一个短针加针 我们这里每一针都是调整个针目 不再是像花心一样调半针 好 我们先勾第一组 勾到第四个针目是一个短针加针 我们后面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重复编织三个短针一个短针加针 大家可以自己勾一下 第五圈勾好以后我们来勾第六圈 你就先定一个辫子针 我们第六圈的勾之方法是先勾两个短针 勾一个短针加针 然后接着再勾两个短针 我们这一圈可以看到其实它是勾四个短针以后 勾一个短针加针 也是同样的方法 要重复六组 大家仔细把它勾完 接下来我们来编织第七圈 第七圈的勾之方法是勾五个短针 一个短针加针 同样的方法重复六组 我们第七圈勾完以后总共是四十二针 大家可以自己把它勾完 不会的朋友呢可以先去看一下花心的勾之方法 勾完以后我们开始勾第八圈 第八圈的勾之方法是不加不减的勾短针 和花心的也是一样的 和花心的也是一样的 我们这一圈勾四十二个短针 大家这里可以自己把它勾完 第八圈我已经勾完了 我们找到第一个针母将进一拔 然后我们这里将线拉紧 勾一个锁针固定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多余的线剪断 拉紧以后这样我们的花托就勾好了 这时候注意一下我们可以用勾针 把起直的这根线从后面这里带到外面来 这样一会我们这根线的话可以用来绕花杆 这样我们花托就勾好了 谢谢大家